哈囉 各位小伙伴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拉奧頭Automan 今天呢 我們的方舟生存進化呢 要加入新的模組啦 原本的環太平洋模組已經被我拔掉了 接下來呢 我們要裝入了這個模組 叫做JSCO 那這個CO呢 顧名思義就是COG 然後裡面應該會有一些就是 幾天大聖的一些東西吧 我也不是很了解 總而言之呢 就來玩看看吧 然後裡面呢 大概有數十隻的 東方文化的一些東西 可能會有東方龍 或者是 齊天大聖 如來佛祖 或者是豬八戒 沙悟盡之類的吧 我也不知道欸 反正就來玩看看吧 好不好 那我們呢 我們來開始之前呢 開始召喚之前 首先先把這些 工作台 都把它弄出來看一下好了 你看這個是什麼 西遊伏魔502 這個叫做西遊伏魔502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然後呢 它有兩個 一個是頭套工作台 一個是西遊伏魔工作台 好啦 全部都把它弄出來好了 來看一下呢 這到底是幹嘛的 看一下它是怎麼運作的喔 欸 然後這一顆是直接放 欸 不能放地上 好啦 那我就 我就放這樣吧 還沒帥的你知道嗎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悟空在中間 是不是 然後後面這什麼 這是唐山杖嗎 欸 不是吧 這個動作好奇怪喔 好 算了不管了 再來 還有第二個 我們第二個是這個吧 這個是 造型 喔 這個不就很久以前的那個嗎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第一季還是第二季喔 老頭好像有裝過類似這種模組 然後就是 把自己的頭變成你現在上面想要的這個頭顱吧 然後要的材料都非常的簡單 我覺得這個沒什麼好 這個沒什麼好展示的 反正就是換頭而已 那這個我就不講了 反正這個我也沒什麼興趣 我們還是來看一下怪物 不是怪物 生物好了 好不好 然後這什麼東西 翻桃 建築物是幹嘛的啊 這翻桃是可以幹嘛的 喔 它有 金斗雲 金斗雲 五個翻桃種子 嘿 就可以直接召喚出來 再來是什麼 好 這是保護罩 保護罩你們來 什麼 不過它好像都跟翻桃種子有關係吧 這什麼 盤骨斧 喔 還要武器捏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欸 還反錯了 我們來看看 我們還沒有仔細認真的看過 喔 它這邊有金斗雲 金斗雲到底是幹嘛 呃 我們應該可以誰用一個吧 它沒有什麼說明 然後它有個翻桃 翻桃帶一個出來看一下好了 翻桃種子乾好像很 很長需要用到嘛對不對 那我們就弄個 200個好了 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 金斗雲到底是幹嘛的 先看金斗雲 來 上面寫什麼 就直接寫金斗雲可使用 喔 有了 金斗雲 原來是騎乘用的 哇賽 哈哈哈哈 哇 做得微妙微翹欸 OMG 這完全就是七龍珠嘛 登登登登登登 啵咧波嚕 哇 很帥很帥 真的很有苦味欸 它這個姿勢也做得非常地棒 你知道吧 根本就是 完全地就悟空化了 哇 實在太進彰了 感覺出這個模組的細心 目前為止啦 好不好 哇賽這也太屌了吧 這個 剛剛上面好像說明是要五個翻逃的種子才可以做出來的金斗魚嘛是不是 好 那我那我懂 欸欸欸你要去哪裡 呃 你不要亂跑哈 金斗魚他有生命的欸而且 他好像沒辦法攻擊欸我剛剛騎在上面按左鍵 完全沒有反應但他負重好高喔 這傢伙就是完全是一個移動跟載具的一個工具 有沒有 故意設定設定這麼高就是要讓你飛很遠 然後呢不會扣體力這樣子然後又可以帶很多東西運輸用的 還不錯啊 欸對喔剛剛還有弄一個翻逃出來喔這是幹嘛的 召喚一隻什麼鬼東西 欸 自己吃掉了這應該是拿來馴服生物用的東西吧我把它吃了算了不管了 喔真的還蠻酷的 金斗魚是吧 沒關係我們再來看其他的 喔你看光是其他的這邊就很多牛魔王啊銀角大王測試啊絲蛇王 喔還有什麼東西 這下命啊個種子 蛋 獸金蛋恐龍蛋 隱身 隱身頭 還有下命 善彈 善彈 翻逃種子剛用了 喔還有飛龍奶 好 我們直接看召喚好了 感覺沒什麼東西 我們先從 金角大王看一下好了 來在哪裡 哇 有沒有這麼中二 這是哪一個 動畫還是動漫裡面的人物啊 你確定你這吸油機的人嗎 嘿嘿嘿嘿 金角大王 哇操 啊捏 唉唷 這什麼東西 哇這個是吸油以外的東西 What 的 他會攻擊我啊 這個是 這叫什麼名字 我看一下 烈焰嘛 馴服他一下好了 好奇好奇 不要跑不要跑 好奇好 射不死 對不起我錯了 我靠跑超快跑超快 這應該是靠具馴服啊 應該是要給他吃翻逃 我們弄一下翻逃看看 可不可以過去馴服他好了 那個翻逃的材料 雜像吧 不是 對這個 弄個 弄個50個好了 然後 把它放在 這裡 好 我們靠近那隻烈焰吧 他應該不會跑很快吧 應該是說不會受到驚嚇吧 Hello It's me 喔有了 嘿嘿嘿 哇 就這樣子馴服了烈焰嘛 有沒有記不得容易 死給 左劍 完全看不太清楚 他到底長什麼樣子 因為他那個火焰 遮住了 右鍵 右鍵是T正常 C鍵 這招是幹嘛 士氣提升嗎 完全沒有什麼功能 純粹就是給你這樣子 一個霸氣的概念 然後他有什麼功能 看一下 好像也並沒有什麼功能 不過 不過 就是跳很高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C鍵 可以很砍 右鍵 星爆氣流斬 好可以 C鍵 再一次啊 帥 非常的帥 依然只有三招 依然只有三招 這是我的烈焰馬 嚇我一跳 想說什麼東西跟過來了 金角大王看完了 原來金角大王這麼帥喔 跟我剛開始完全想的不一樣 我想說這個金角大王應該是長的就是 你也知道嗎 像牛魔王之類的 結果哇塞 完全跟我想的差十萬八千里資源 好 我們帶回家 好 我們再來看第二隻 來來來 他們都回來了嘛 OK 接下來呢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牛魔王好了 喔 最好撒五盡 銀角大王 欸其實這一次的話 好像也蠻多的啦 我以為只有這邊而已 還有飛行神物 還有BOSS 社會哥是什麼東西 社會哥 靠腰欸 社會哥 有點想要弄個如來佛祖欸 會飛的 來 如來佛祖看一下好了 靠北 怎麼大 靠北太大隻了啦 這怎樣 移動神主牌喔 靠北太可怕了吧 左鍵 我縫你 西薩 再努力 也燒不開一湖水 說明 環境很重要 嘿嘿嘿嘿 一定路上的奔馳 再努力 也跑不過高速路上的夏立 說明 我要你左鍵 不是聽你在那邊講鼓 男人再優秀 沒有女人 也不會有下一代 說明 呃 是還蠻中肯的啦 好不好 嘿嘿 你再優秀也不會有下一代的確是啦 但是 呃 嘿嘿 嘿 嘿好好好 再欺詐 再努力 也殺不開一湖水 你可以 你可以安靜嗎 停下來停下來 嘿 停下來停下來 再努力 也跑不過高速路上的夏立 我 我要離開這裡 我突然覺得他要吵 好 而且我用指令應該殺不死他 女人再優秀 沒有女人 也不會有下一代 我 我想到我要怎麼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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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了 也架不住群狼呼吸 說明 說明 團隊很重 喂 喂 到底怎麼回事啊 欸我不能轉彎啦 我轉彎這麼慢啊 我的天啊 嘿嘿嘿 掉水椅了 好了 我已經決定要怎麼處理你了 我有點後悔幫你召喚出來 真是我的錯 我幫你放到空島去 再見 再見 別過來啊 團隊很重要 我快受不了了 我突然很後悔召喚這隻鬼東西 為了彌補剛剛的過錯 我向各位道歉 然後呢 再召喚一隻東西出來好了 這次呢 我不想要飛行生物了 我已經有陰影了 我們直接來看一下牛魔王算了 受不了了 來牛魔王是你 嗨你好牛魔王 哇賽 這牛魔王他媽也太帥了吧 我的天啊 你確定這到底是哪一個動畫的人物啊 而且這牛魔王的左手是拿什麼 骷顱頭 然後那個 如來佛祖就做的正經八百的 然後這些牛魔王或是什麼 角金大王 金角大王 哇就做的這樣子 帥氣這樣子 霸氣 差太多了吧 我的天啊 嘿嘿嘿 西劍是什麼 Fresh Meat 啊 Fresh Meat 右鍵左鍵 OK 攻擊速度好快喔 超級帥的 帥氣 霸氣 十幾萬的攻擊 如果他這樣子的話 跟一般野區的 流魔王打不知道會不會贏喔 算了 我們就先不管了 先這樣子好了 好啦 我們下一集再來做一些傷害測試好了 今天就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先讓各位看一下過過乾贏 之後呢下一集呢 我們再繼續我們接下來的動作 好吧 那我們今天影片先到這裡結束啦 那如果呢你們對這個模組有什麼想法 或是想要做些什麼 歡迎在這個影片下方留言 也不要忘記按下你的這個喜歡 以及就是你的訂閱 讓我知道 你對這個系列非常的感興趣 好不好 那我們下一集呢 如果大家還喜歡的話呢 我們下一集再繼續吧 就是我們的這個JSC喔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謝謝